什么是海牙认证? 海牙认证,Apostile,是一种证书,认证公共文件来源的真实性。 在美国,海牙认证可以证明官员在公共文件上的印章和签名,文件包括出生证明、法院文件,由联邦机构签发的文件,或由美国驻外国领事公证的文件等。 经过海牙认证的文件,可以在1961年海牙公约成员国或地区得到认可。 我在什么时候需要海牙认证? 如果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您将需要一份海牙认证。 文件签发国是海牙公约成员国或地区。 文件使用国是海牙公约成员国或地区。 文件签发国的法律认为该文件是公共文件。 文件使用国要求提供海牙认证以便其认可外国公共文件。 在文件签发的国家境内,不得使用海牙认证来认可文件。 海牙认证只适用于公共文件在国外的使用。 最好的方法是询问文件接收机构,您的情况是否需要做海牙认证。 海牙公约适用于哪些国家? 有些国家加入了海牙组织,有些国家没有加入该组织但是签署了海牙公约。 所以重点看该国是否加入了海牙公约。 只有在文件签发国和文件使用国都加入了海牙公约的情况下,海牙认证才适用。 这里是最新的完整的海牙公约成员国或地区名单。 如果文件签发国或使用国,有一方不是海牙公约成员,我该怎么办? 如果海牙公约不适用于您的文件签发国或使用国,则您需要按照文件使用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的要求,完成涉及多个步骤的领事认证。 哪些文件可以进行海牙认证? 向哪个部门申请海牙认证? 在美国,文件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由不同的政府部门为其签发海牙认证证书。 经过当地公证员公证的文件,例如经过公证的声明书、协议、委托书、学位证书等。 这类文件由公证员所在州的州务卿认证。 地方和州内文件,例如出生证明、结婚证明、死亡证明、离婚法令、法院判决等。 这类文件由签发该文件的州的州务卿认证。 联邦机构签发的文件或由美领馆领事官员公证的文件, 例如FBI背景调查报告、FDA证书、美国联邦法院文件等。 这类文件由美国国务院认证。 在申请海牙认证之前,我需要知道什么? 在准备申请海牙认证之前,您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文件签发国和文件使用国是否都加入了海牙公约? 哪个机构负责为我的文件签发海牙认证? 我的文件可以获得海牙认证吗? 如果我有多个文件,我需要申请多个海牙认证证书吗? 除了文件本身,我是否还需要提供其他文件或信息才能获得海牙认证? 海牙认证的费用是多少? 获得海牙认证需要多长时间?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各不相同,并且取决于您的文件类型, 请在申请之前与我们联系确认。 如果您不想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件事, 最好的办法是让专业人士为您服务。 所有的海牙认证证书都必须看起来完全一样吗? 不是! 海牙公约的附件提供了海牙认证证书的范本。 海牙认证证书并不完全相同,但应尽可能符合这个范本。 特别是,海牙认证证书必须被识别为海牙认证, Apostile,包含有公约的法语名称的简短版本, 并且包含有标准的实相信息。 海牙认证证书是如何附在文件上的? 海牙认证必须直接签发在文件本身或单独的另一页纸上, 可以盖相提章、加贴纸、使用压印印章等。 海牙认证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附在文件上, 包括使用胶水、锁环、定书钉、丝带、蜡封等等。 海牙认证的作用是什么? 海牙认证仅证明文件的来源, 它证明在文件上的公职人员的签名或当局机构的印章的真实性, 以及其是否有权利这样做。 海牙认证不证明文件的内容。 一旦我获得了海牙认证, 我还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证明我的文件上的签名, 或印章是真实的吗? 不需要。 由相关当局签发的海牙认证时证明文件上的签名或印章是真实的, 并确定该公职人员或机构有权利这样做。 如果文件接收机构想要核实我的海牙认证, 我应如何建议? 每个签发海牙认证的机构都必须保留一份登记册, 其中记录其签发的每份海牙认证的日期和编号, 以及与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相关的信息。 文件接收机构可以联系海牙认证上所著名的签发机构, 询问海牙认证上的信息是否与登记册中的信息一致。 文件使用国会拒绝我的海牙认证吗? 根据公约要求所签发的海牙认证必须在文件使用国得到认可。 只有在以下这些情况,海牙认证才会被拒绝。 海牙认证的来源无法核实, 即如果海牙认证上的详细信息与据称签发海牙认证的机构保存的登记册中的信息不一致。 证书的形式要素与公约所付的证书范本完全不同。 您的海牙认证证书是完美的, 但收件人对您的文件有其他要求, 例如您做认证的文件应该是原件, 而不是复印件或翻译件。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们拒绝的不是海牙认证本身, 而是您的文件形式。 或者,文件签发国和文件使用国的一方或两方都没有加入海牙公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